先讲讲斯里兰卡的事情 因为斯里兰卡的问题真的很大 昨天下午的消息 就是斯里兰卡的媒体报道 斯里兰卡投资促进部长、农业部长 这几个部长都宣布了辞职 他们辞职是13号生效 当然Colombo 科伦波 当然有很多抗议活动 斯里兰卡的总理说自己会辞职 总统也说会辞职 现在是不得了糟糕 现在斯里兰卡就没有领导人了 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大了很多 有些人觉得换人可以解决问题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他现在第一件事要做 就是要弄出新政府 接着就跟国际机构谈判 为什么谈判呢? 因为还不到钱 破产了 破产了也要想想方法 去解决问题 我建议斯里兰卡政府 找洗脚去帮忙 斯里兰卡政府就变成洗脚师傅的政府 为什么呢? 因为洗脚师傅可以借了钱 用股票去还 别人借100万给他还6万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创举 就是世界金融业的创举 所以 有一个条件 但是 你是 不是给他搞个夺艺 夺艺 给他在斯里兰卡搞夺艺 夺艺影成在斯里兰卡 哈哈哈 斯里兰卡是很多人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就光夸槽 不要紧的 有方法 有方法 洗脚是有方法的 洗脚是有方法的 他可以做个PPT 做到斯里兰卡有很大的愿景 这里是我们的 那里是我们的 其实全部都没有产权的 哈哈哈 NFT代债可以吗? 哈哈哈 这个要找余文洛 哈哈哈 所以这个就很厉害 其实问题就是 他要找IMF帮忙 因为IMF要帮他顶住 就是给他一些资金 但是 你一找了IMF 他就会有诸多要求 很多的 是啊 你政府的钱怎么用呢 他就会派人盯着你 现实就是这样 你没有个主权 哈哈哈 但是你没办法 你破了产权就没有主权 但是 我们也要说 香港是充满金融专家 其实洗脚也是金融专家 是啊 哈哈哈 要找一些 要吸引一些 香港的资金融专家 资金融专家 就可以拿来 斯里兰卡用了 对吧 用斯里兰卡来试验 哈哈哈 Campson说斯里兰卡是佛国 那当然了 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市面上 有个人叫做郭兆明博士 当社会出现很多动荡的时候 他就会卖广告的了 卖广告就会祝福他这个地方 这个郭兆明博士 他的博士就是在斯里兰卡 那里读回来的 佛学博士 所以是佛国 所以很厉害的 不是那么容易读的 这个人当然是很厉害的 当然要说 斯里兰卡的财政部长 其实之前是警告过的 在5月的时候警告过的 那时候 斯里兰卡可以用的外汇储备 就不够5000万美元 但是外债就去到510亿美元 那怎么还才行 是还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找洗脚帮忙 即6万当100万那样花 以固代债 厉害到这样 是的 以固代债 即是要买回这个斯里兰卡的股份 即是整个是斯里兰卡公司化 一人有一股 那没办法的 其实他们当然 就是总统府那里 就被人包围了 以及冲了进去 那 就是示威的人 那当然是有人死了 那斯里兰卡的人 那些人当然 总统和总理说 你们搞到一坨屎那样 不行 那 其实 总统和总理 都很乐意去辞职的 对 那辞职之后 那些党派就弄了新政府出来 对不对 那 总统和总理一起辞职 那斯里兰卡就没有了政府 严格地说 群龙无首 或者群蛇无首 现在不够这么说 那 那很大事 抗议示威 那当然有暴动 其实他们有暴动 那 那 斯里兰卡其实 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就是今天 他们国内 没有什么燃料 但是 还有燃料做汽水油多蛋质 这个就很奇怪了 你会看到 为什么有汽水油多蛋质 你看到 就是有人丢汽水油多蛋质 你看到 但是他说 国内燃料短缺 对不对 那 Happy Wonder又没有政府状态 那 他们政府 理论上就继续运作 实际上就没有人 所以你说得对的 是没有政府状态 其实 今年三月以来 他们已经没办法还外债了 就是很多东西都短缺的 燃料食品药品全部短缺 到了7月6日 之前我们有节目讲过 斯里兰卡总理出来说 斯里兰卡已经破产了 这个经济危机就会持续到2023年的年底 那 斯里兰卡有多少人呢 2200万人 现在几乎没有汽油了 政府已经关停了 非必要的公共服务 那基本 医疗品的库存都差不多没有了 那 斯里兰卡央行 行长 他之前说 就是 他们的通胀 就去到 54.6% 那他也都表示了一件事 就是通胀率可能会再升到70% 那你要记住 他是 54.6% 之后 他会 去到70% 那当然 斯里兰卡 他 现在的利率 就调升到 15.5% 打算控制通胀 那 但是控制不了 就是 就是 斯里兰卡 其实5月的时候 已经有一段 事劲了 就是外债违约 那时候 说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 亚太区20年来第一段 那 那换人能否解决到问题 有人 当然 说可以 可以 其实换人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很多人很有趣的 你看看香港的情况 就知道 换人 所有东西一切都变好了 你不要骗傻子 你换人就可以 所有东西都变好 立即变好 不是嘛 你都要让他做几年才知道 他有没有变好 是吧 就是现在出来 在这里吹那些 拆鞋仔 好心你吧 你自己都骗不了 其实就是 有时候还要说漏口 根本 都一样的 说真的 不要那么笨 你真的觉得 换人可以解决问题 不是的 那 台仰你想说些什么 一样的就是 你换人 是可以舒缓的怨气 这个就唯一 可以见到 即时见效的 一个结果 舒缓的怨气 但是怨气 可以舒缓到多久呢 因为如果 问题继续存在 很快就发现 就知道 问题一定继续存在 对不对 而且是 可能会更差 对不对 当然最好就解决得到 解决不了 或者变得更加差 那个怨气 一样都在 怨气 怨气 在这里的时候 局势就继续动荡下去 同样的情况 香港会不会是这样 我个人有点点担心 但我都说一件事给大家听 就是 这个 辞职那条 不要用那条 不好意思 辞职那位 哥塔巴雅拉贾柏克萨 这个当然是 前总理 现在是前总统 Sorry 前总统 不是前总理 前总统 他其实是美籍人士 其实是 他有美国籍 美国籍 美国籍? 这么有趣? 是啊 是啊 当然他参选的时候 他宣布了放弃美国籍 但是他自己出了很多政策是有问题的 其实再之前的总统 就跟我的理解 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些 我的理解就是 在2015年的时候 他参选的总统 其实他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些 我理解 那 当然 这个拉格拉克萨 他做的东西都是很奇怪的 他搞绿色农业 绿色农业就不用化肥和农药 那哪有足够的 那哪有足够的 是啊 他在2019年搞的 问题就是 你2019年搞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要在外边买粮食 好了 你搞有机农业不是错 我觉得有机农业 有机农业都是未来利的 都是未来利的 但是 当你在一个吃不饱的状态之下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搞这一件事呢 其实就不是 当然 现在还有些人就认为 斯里兰卡的情况 是暂时性的 或者有办法处理到问题 但是我的看法就很难 就是现在 斯里兰卡 它要出口多少茶叶 那些才可以 赚到足够的外汇回来呢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是真的很难搞的 还有旅游业 其实2020年就已经死掉了 大家都知道 2020、2021、2022 其实这个世界的旅游业 都是未正常回来的 到现在都是 有些地方 好像完全正常 好像欧洲那样 好像完全正常回来 美国那样完全正常回来 但其实 欧美都还未恢复正常的 他们是 所以非常难搞的 那四哥就说 某个局长接受访问 又说某样东西要 实名制 那他就试试搞 试试咯 试试咯 试试搞 就试试搞 就是看他怎么搞 我就说看他怎么搞 我也很想见到实名制 唉 立刻早点做 不要迟 他其实严格来说他所说的 我自己也听过 一些人说给我 是怎样的 其实他实际的做法 就很简单 本来就是 港匡马在香港下 就可以了 不过港匡马里面 当然要够 但是他就自己试试搞 如果他觉得是可以的话 即是有意志一定可以 即是他们都说 他有意志一定可以 就让他看看怎么搞 有些事情我都不想 我都不想说 我们都希望大家支持政府的施政 但是他就试试搞 即是我的看法就是 你就要看看实际上 能否解决到真正的问题 你就自己看看 如果你说要实名制的话 对不对 有些事情 你都要有个合理性在这里 我都要讲回真相给大家 我本来不想讲这件事 本来想讲讲斯里兰卡就算了 看有网友提到的 我可以讲两句 如果你要实名制的话 你一定要给市民一个信心 就是 你政府拿了这些资讯 真的会帮到抗疫才行 即是如果你收起这些资料 即是安心出行 收起这些资料 叫别人做安心出行 但是你没有办法 在安心出行那里 准确地公布 染疫的人的行踪的时候 那些人是理解你的生芒果的 即是你用完安心出行之后 是没有办法做到追踪的 即是感染者的轨迹 你据个例子 也做不到流行病学调查的 那你做实名制就是多余的 现实就是 媒体会射你 射得很紧 第一件事 你有没有资源 去做齐 要做的事情 即是流行病学调查 要做足 要及时 还有 有没有资源 去找那些密切接触者 有没有办法做得到 还有你公布那个 患者感染者的行踪 现在每天有三千多单 未到三千多单 应该两千 那有两千多条行踪出来 那你自己想想 你是不是可以 准确地公布到 这两千多条行踪 有的 公布出来 会不会引致社会恐慌 是啊 我就告诉大家 有很多事情 就是之前上一届政府不做 不代表上一届政府无能 而是当你想真些 考虑一下 究竟里面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实际上是可行呢 那你就自己试一下 是不是 就是你自己试一下 就是你自己试一下 就是你想做 当然可以说出来 但是你想做 你都说出来之后 什么都做不到 你要承受 你自己之前如何批评 上一届政府的那种态度 别人就怎么对你 是不是 你自己吃完 我们也说了 最公道就是 你未做之前 你怎么说 我们就用同一个态度 来对待你 就是这么简单 那就是最好的 其实 老实说 有些事情 我看到也是火都来的 真的 Benticator 接近3000 我都记得差不多3000 但应该是2000多 所以我更剩 2900 是的 那你就可以把那2009条 有的行踪 报出来 如果他用实名制的话 你可以确认 你是真的可以实名制之后 你可以做得到这一件事 那你就可以试试实名制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你用KOL的方式去做局场的话 哈哈哈哈 会很大致的 灵魂共同体 就死硬了 是啊 不要大直说 你想想就知道了 你不要先说出来 哈哈哈哈 傻子 不用说出来 你说出来就没有转 最惨的就是 你说出来就没有意义 对不对 如果你要做 你可能突然有一天 立刻就落实执行 那反而就没有事 但是现在你说出来 然后又做 然后又衰到一窩粥 就很难允计 对不对 喂 你之前说到 是小的 为什么现在搞到这样的 那就是被人吠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Toracef 说 张中军都说 两星期之后破6000 对啊 你可不可以将6000条 行踪报出来先 我就问一下你了 而且你要记住 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 是不需要 安心出行的 这个一向都是漏洞 而且 事实就是 现在进去商场超市 那些没有人去 是我们的网友 听我们说 继续去安心出行 做回自己那份 你是不是强制 那些人去去做 做实名制 那些人就会帮你呢 你就自己看看 实名制我就去做 有些危机 是可以自己搞出来的 你相信那些KOL 你就死定了 我告诉你 他们实际上 代表不了社会 大部分人的意见 他代表到一部分人的意见 他们也有很多view 很多like 但是实际上 是不是真的代表到整个社会 绝大多数人的意见 很肯定告诉你 不是的 我这样说 当然有些人 就会骂叉我的 就说 你们这么少view 你们更加代表不了 是我们更加代表不了 我承议 我们没有view 我们也没有钱 去推广我们的频道 也不是那些人搞个群组 都可以扔钱去推广 是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那些 既得利益者去搞事情的人 来的 坦白说 我们是 几个人 严格来说 不是说自出自雷 赤子之心 有些东西想社会好些 就说出来 说回一些真话 对不对 想收拼箱就说 是的 入商场十个九个不处 好激气 街市好些 是的 是这样的 因为商界都没有支持过 这一样东西 从来都 如果商界要支持 其实 根本就是 进去之前要放个人 在这里 捉住别人 我们之前 我们在这里做超市的人 特地都要请一个人 站在门口 捉住别人 当然我们在这里 就放弃了 已经没有了 QR Code Scanning 这一样东西 为什么会放弃了呢 就告诉大家 就是因为 案件数过了某一个水平 其实是没有用的 我老实告诉大家 你是追踪不了这么多 当你追踪不了 那个传播链的时候 你要求别人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政府是做不到的时候 别人是理解你的生芒果 现实是 就是 我不想这样说话 就像黄毓民那样 常常说踩那些生芒果 事实上那些人就是 是 说个老实话 真的 如果我捉完之后 你政府是没有办法公布 哪里是患者去过的地方 没有办法公布出来 你再叫别人继续捉 别人去踩那些浪漫 别人都会想事情 你这个政策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不是那些KOL 说合理就有合理性 现实就是 你在政府高层 如果有些管理经验 你就会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拿一些政策出来 尤其像香港这些开放型的社会 那些人自己可以很自由地想很多东西 看很多资讯 你拿这样的政策出来 别人不贵你 其实都是给你面子的 我告诉你 就是我们没有出声 也是给你面子的 老实实 我真的说个说真的 就是现在 那些人说换人解决到问题 我告诉你 晶晶 换人就是 製造更多问题出来 有很多事情 或者是 而且是解决不了的 我跟你说 如果他喜欢玩 就让他玩 让他试一下 我又中了 他们一定是出来这样说的 他也听了我们说 是不是 听了我们的建议 你就试一下 老实说 有些事情 我都不想骂人的 真的 没必要 我们经常叫人支持 配合政府施政 如果他说要实名制 那就叫大家配合 没所谓 但是有多少人会配合 你就自己想想 因为我可以重罰他们 那好吧 你现在就试一下 第二天彭博那些会怎么报 你就试一下 你就试一下 国际金融中心 要完全强制 安心出行实名 要个人行踪 还要上交政府 你就试一下这样做 是不是 我没所谓 你就试一下 说真的 我又不在香港 你就试一下 有些事情我看得激心 就是 你自己做局长 你想想一下 是不是 对不对 老实说 有些人说 超市配合 会因为生意減少 很多人 跳出跳入 没有多安心出行 事实上是没有 所以我就是说 有些事情 说真的 要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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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么容易 有些人还说 有追踪功能 之前就说了 你不如说完这样 你做局长 你可以说 还没得到 追踪功能 你自己试一下 老实说 有时 不是说什么 其实连梁振英都出来说 现在最主要是搞经济 你这个做法 你能否搞得到经济 你能否令到经济 会容易变回正常 你就自己想一下 对不对 我也不想这样说 有时看到 一些网友提起 我有时就伸两句 不好意思 大家都要继续 我们的网友肯定是最听话 不会出来说 你们这么守法 不会 我们的网友肯定不会 一定会配合 先说明 一定会配合 到时有什么结果 就不是网友的责任 现在已经尽量配合 你自己想一下 我看得到很生气 好像没有想过一样 什么都说 如果你是真的在大学教过书 或者做过校长 你当然什么都可以说 对不对 你这是局长 是不是你想出来的政策 其实如果西梅要玩东西 明天就可以拿你这个访问去做文章 现在还没有 暂时我看到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一定会有的 我跟你说 一定会出来说 西梅 你真的有具体的政策 拿出来 真的跟你不断宣扬 因为 如果你的政策 是可以有效帮到大家 那当然是无所谓 实际上 帮不帮到 就自己想一下 对不对 好了 休息一会 回来说其他话题